菲律宾小动作不断,屡屡挑战我国底线 仅仅是最近半年里,菲律宾亲闯我国南海岛教的戏码 几乎每个月都在上演 最频繁的时候,间隔连一周都不到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菲律宾第一次暴露出其狼子野心了 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寄予始于上世纪50年代 1956年,菲律宾克洛玛森探险队声称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岛屿 擅自定性为自由地,准备独立建国,但却遭遇失败 民间窃导的失败并没有打消菲律宾对南海的侵占之心 菲律宾当局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时任总统马克思直接签署总统令 将这里命名为卡拉岩群岛,并纳入本国国土 而进入七八十年代后,菲律宾的野心也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先后以武力入侵中国南海岛教 并提出非法领土要求 1970年8月和9月,菲律宾非法侵占马欢岛和费信岛 1971年4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南岳岛和中叶岛 1971年7月,菲律宾非法侵占西岳岛和北紫岛 1978年3月和1980年7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双黄沙洲和司令礁 短短十年内,中国南海已有八座岛礁强行被菲律宾据为题友 而菲律宾此番试水,也为周边其他对南海垂涎已久的国家开辟了一个先河 尤其是占领南岳岛后,周边四国纷纷效仿 陆续占领了中国南海四十多个岛礁 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始浑水摸鱼,试图将中国南海划入公共海域 比试到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经济发展乃是重中之重 为了稳住国内时局,也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呢暂时采取了隐忍的态度 可我们还是把菲律宾和美国想得太善良了 中国的一忍再忍换来的却是菲律宾的一次次侵犯 1999年,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57号舰 以船底漏水这样的迫不得已的理由 在中国南海仁爱礁登陆 召方多次交涉,我方也一再敦促 尽管菲律宾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动作上却没有付出丝毫行动 一直赖在仁爱礁不走 2014年,菲律宾外交部突然改口声称 当年用57号坦克登陆舰 坐摊仁爱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永久性部署 甚至还恶人先告状 向国际法庭申请提交对中国的控诉 就这样中非双方纠缠了24年 这艘船也荒岛求生了24年 菲律宾不仅没有守约撤离 反而对这艘船大规模加固修整 似乎将它作为永久性占领仁爱礁的寄托 可菲律宾的修理速度 终究无法赶上大自然的侵蚀速度 经过风吹日晒和海水起立 船体已经逐渐腐朽 内部更是破旧不堪 即便是中国不动手 这艘船最终也将化为一堆废铁 更何况如今的中国国力 海军实力早已经不同于往日 如果菲律宾继续挑战我国底线 终究体验到自食恶果的滋味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机会主页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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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前 minded